欢迎来到新闻榜 2002年沈殿霞负责主持的访谈节目 掌声背后正式开播 令观众们感到意外的是 节目第一个邀请的嘉宾 竟是沈殿霞的前夫郑少秋 众所周知 当年郑少秋生下女儿郑姓姨仅仅8个月后 郑少秋便移情别恋 许了小她十几岁的年轻演员关金华 自此之后 郑少秋便背上了傅姓汉的骂名 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在节目中 沈殿霞和郑少秋相对而作 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 仿佛曾经的恩怨情仇从未发生过 直到节目快结束时 沈殿霞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想问你个问题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究竟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话音刚落 郑少秋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回答道 我真的爱过你 你的好我一直记得 听完郑少秋的回答后 沈殿霞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书信的微笑 回顾郑少秋的感情经历 可以用精彩一词来形容 在娶沈殿霞之前 她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后来她又为了第三任妻子 关金华抛弃了沈殿霞 三段婚姻共带给她四个女儿 可是这四个女儿却同父不同命 一 仲安宜 郑少秋进入医院培训班的时候 正是16岁 情竇初开的年纪 在这里她遇见了卢慧如 两个人只看了一眼 便羞涩地跌下头 随着梅日的接触 两人逐渐萌生情愫 郑少秋想起卢慧如会笑 卢慧如看到郑少秋 便迫不及待地挥手 两个人很快走在了一起 并且住在了一起 当时两个人的年龄未到 不能结婚 更不能举行婚礼 但是早已得到了朋友的祝福 很快女儿出生了 名叫郑安宜 这让郑少秋十分欣喜 也十分紧张 她第一次当爸爸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为了让卢慧如和女儿 过上好的生活 郑少秋尚可知毛衣 下可酒吧助唱 两人努力维持这个小家 但是两人的矛盾却越来越多 性格的不同 让家里隔三差五 便充满了火腰味 三年过后 双方精疲力尽 走向了分手 分手之后 郑安宜跟随母亲生活 而郑少秋只是把上学需要的学费 交给卢慧如 这成了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 此后郑少秋没有去看过卢慧如 也没有问过郑安宜怎么样 而郑少秋同卢慧如的联系 也因女儿大学毕业而断绝 郑少秋自知对女儿有所愧疚 但是已无法弥补 就算现在在大街上 也不一定能认得郑安宜 与卢慧如的短暂婚姻后 郑少秋并没有放弃寻找爱情 她在节目《欢乐经销》中 结识了香港歌后森森 发展为情侣 后来在森森的母亲的干预下 森森挥剑斩情思 决定和郑少秋分手 这时候郑少秋正和沈殿霞 在同一个剧组拍戏 而沈殿霞和森森又刚好是好友 森森把分手信拿给沈殿霞 请她转交 没想到郑少秋读案分手信 一个人躲在厨房角落里哭 刚好被沈殿霞撞到 原本觉得郑少秋一双桃花眼 肯定是花心人的沈殿霞 却不自觉地对郑少秋生出了怜惜之心 于是她开始跑前跑后 疏解郑少秋的郁闷 一封绝交信 引出了肥姐和秋冠的一段孽缘 沈殿霞为人善良爽朗 也在圈内拥有极好的人缘 为了支持男友的事业 她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 为郑少秋铺路 才有了后来风华绝代的 陈佳洛 乾隆 楚留香 为了照顾郑少秋 那些年她甚至放弃了 自己辛苦打拼的事业 跟随郑少秋到台湾开拓事业 但沈殿霞的付出 换来的并不是同等的回报 1984年 郑少秋拍摄《楚留香新传》 认识了其中的女二号 关金华 两人很快传出了绯闻 沈殿霞得知两人的关系 痛苦不堪 但郑少秋当时时刻否认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金牌 她甚至对沈殿霞说出 我们结婚的话 这是沈殿霞期待多年的一刻 却不是她心中期待的样子 1985年 连婚纱都没有 沈殿霞穿着一件旧的蓝色旗袍 成了郑少秋的妻子 婚后 郑少秋就对沈殿霞下了通知 你可以快点给我生孩子了 我再给你三年时间 假如没有 你不要怪我 此时沈殿霞已经有高血压 疼尿病 心脏也不太好 还是高龄产妇 但沈殿霞为了留住爱人 想尽一切办法 居然真的怀上了 可惜孩子留不住变心的爱人 也修补不了千疮百孔的婚姻 女儿郑姓仪八个月的时候 沈殿霞主动提出了离婚 终结了这段承达十几年的关系 成全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郑少秋 离婚后 沈殿霞独自带着女儿郑姓仪长大 2008年63岁的沈殿霞 不敌病魔逝世 这一年女儿郑姓仪高满21岁 沈殿霞在去世时留下了一份遗嘱 按照遗嘱内容 郑姓仪每月只能领2万元的生活费 等到她年满35岁时 就可以一次性领取全部遗产 财产总额共计6000万元 通过这份遗嘱 不难看出沈殿霞的良苦用心 这份浓浓的母女心也感动了不少人 自从沈殿霞去世后 郑姓仪变成了各路媒体追逐的焦点 她的一言一行都活在聚光灯下 外界无形的压力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她开始暴饮暴食 花钱不节制 生活过得一团糟 最惨的时候 她的银行卡里只剩下20块钱 需要靠朋友接济度日 可即便是如此 她也从未向父亲郑少秋张口求助过 另一头的郑少秋 也是通过记者才得知女儿的近况 她称自己并不知道女儿过得如此艰难 还埋怨女儿性格太固执 不懂得变通 其实自从沈殿霞去世后 郑姓仪和父亲郑少秋 曾在公开场合同框过几次 但都是工作需要 两人私底下的见面次数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郑姓仪在母亲生前好友的帮助下 终于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2016年郑姓仪凭借歌曲《女神》横扫各大颁奖典礼 将最佳女歌手等重磅奖项囊括怀中 成为了香港乐团最火的新人歌手之一 之前据港媒报道 郑姓仪盛装出席某活动 身上还戴上了奢华珠宝 富光的现场照中 郑姓仪穿了一袭黑色晚礼服 她的手上脖子以及耳朵上 戴满了钻石首饰 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打扮高贵 身材一度直逼200斤的她 去年年底尝试再度减肥 经过合理的饮食以及运动 她在三个月内瘦了18斤 效果非常明显 连郑姓文毛顺君也忍不住留言大赞 瘦了以后 郑姓仪穿的衣服明显好看了很多 这次出镜 她跟一种身材苗条的帅哥美女同框 抢眼程度一点不输对方 受访时郑姓仪透露 她身上所佩戴的珠宝总价值过千万 当然了 这不是她自己的珠宝 而是活动主办方的 她坦言自己性格节俭 不舍得买这么贵的首饰 问到是否会叫男友送 她说从来没收过珠宝 如果真的有人送 一定会很开心 她还自曝追求者多 问到妈妈沈殿侠是否有留珠宝给她 她说有的 妈妈留了一对耳环 外婆留了一只戒指 平时不舍得带都收藏起来 希望一代传一代 郑姓仪下个月就要开演唱会了 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二场宏馆演唱会 由于上一次开演唱会时摔伤脚 没能好好表现 因此这一次演唱会她非常重视 问到是否有邀请爸爸 郑少秋来看 她说有的 还叫了身边很多人 大家都很有爱 门票预售几小时就卖光了 整场活动下来 郑姓仪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看得出来她心情很好 估计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情路坎坷的郑姓仪在单身了一段时间后 三月份被爆迎来了新恋情 对象是她的前男友 对方目前是一位花店老板 身材高大建设 跟她十分合称 两人复合后发展很是迅速 此前曾拍到一起到女方家做饭吃 表现很是亲密 相较之下 郑少秋对待另两个女儿的态度 却是天差地别 郑永恩是郑少秋和关金华所生的大女儿 出生于1990年 从小就读名校 后来被郑少秋送到英国留学 零花钱从不限制 各种名牌服装 珠宝随便买 除此之外 郑少秋还经常带着郑永恩 注入各种高档场合 妇女俩在镜头前温馨互动 画面十分有爱 由于郑永恩从小被父母溺爱 导致她的性格非常叛逆 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2015年 郑永恩被媒体曝光 插足已婚男人的家庭 没想到郑少秋竟不分是非的 为女儿辩护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她才20岁而已 最重要的是她开心 除了无条件包容女儿郑永恩以外 郑少秋对小女儿郑永希 也是极其宠爱 郑永希的性格比较文静 不怎么爱说话 从小聪明乖巧 学习成绩很好 香港媒体经常拍到郑少秋 亲自接郑永希上下学的画面 妇女俩看上去感情非常好 郑永希也十分依赖父亲 据媒体爆料 郑永希很喜欢看歌剧演出 因此只要香港有精彩歌剧上演时 郑少秋关金华夫妇俩 就会带着女儿前去观看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对于郑永恩和郑永希两姐妹来说 郑少秋绝对算得上是慈父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庇护 两姐妹的人生过得很安逸 很幸福 郑永恩大学毕业后便回到香港工作 虽然她不是公众人物 但是经常登上各大娱乐报纸 据香港媒体爆料 郑永恩从17岁开始 至今已经交往了十几名男友 其中不乏富二代 外籍人士等等 如今的她依然单身 过着奢靡且放纵的生活 妹妹郑永希则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名校 正在享受惬意的校园生活 从郑少秋四个女儿的成长经历 不难看出 郑少秋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还是第三任妻子 关金华 关金华所生的两个女儿 也最受她宠爱 相较之下 另外两个女儿 从小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 对他们来说 父爱的缺失 是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而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 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父亲郑少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